传闻中说你朝入洞玄墓之命 不知一何时月的武器 这次时间花得长了些 又我三天 夫子登天化月 雄出莫举世伐唐 佛宗天下行走七念孤身闯入唐营 这寻常舞者哪里能抵得住这天秦大手印 金光一起千人足 七念正欲入仗秦王 不想一道元气波动 书院大先生李漫漫拦在身前 七念 你不是我的对手 世人皆知李漫漫不会打架 却不知这大先生手中的水瓢亦能杀人 饶是七念金刚不坏 也挡不住这痛头暴击 就此时 只觉身后一双眼睛 不想来人进食之手冠主陈某 夫子登天 这南海之兵的小木棍再也拦不住陈某 李漫漫心知自己绝非冠主对手 当即闪身南海 老是虽故 可这小木棍依旧很不普通 就算你找到夫子留下的木棍 你也只能再支撑七天 能多撑一日也是几号 七天之后书院将不复存在 即便李漫漫拖住灌主 可这举世伐堂 兵分四路 掌教雄出莫突袭书院 已惨遭重创 另有龙庆皇子携金帐王廷徽兵南下 尚有草小树在阵前厮杀 而这最关键的一战 便在南部青霞山 裁决神官夜红鱼 人间剑圣柳白 已带树众骑兵和修行者直奔青霞 这青霞大阵虽有极强杀力 可在真正的强者面前 依旧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本以为唐国在无人能战 却忘了唐国还有书院 军末 他来 我便不需此行 此生最想交手的人 便是军末 不需此行 西陵百万联军面前 所站立的 却只有二师兄等书院七人 况且其中除了二师兄早已入了之命 其余几人不过洞穴 可这高贯男子始终傲视群雄 他穿上两位失地耗尽心血打造的志强盔甲 纵使前方千万人 要战便战 来战 要战便来战 西陵骑兵 准备冲锋 肋骨声动 马斯剑秘 提升剑气 数百名西陵神殿众骑兵 向青霞山谷冲锋而去 反观书院 北宫与西门波琴辅销 似是调音 似是兄会起图纸 这老六打起重体 七师姐碾针绣花 老十一鼓刀着草药 带道内提升渐进 厮杀漫天 北宫与西门相视一笑 一跃而起 争争一声 情消和明 这旋律凝结 无数念禁朝着众人挥去 不过片刻 这重甲骑兵就已马翻人仰 大英牺牲 一剑挥出 瞬间破绝二人 随后一声令下 无数弓箭手弯弓搭箭 君墨双眼一睁 拔出身前重箭直指苍天 剑身轻光一血 当即大喝一声 老九老十 回来 就此时 所有弓弦一阵 那与剑嗖嗖嗖嗖射出 如似漫天剑与席卷而来 却看君墨微然不动 仰视苍天 而这剑使如似被阻 进阶停留君墨身前 七师姐木又本就擅长布阵 就见其身形灵动 随手一挥 这密密麻麻的飞溅 顷刻间消失不见 书院后山弟子 除了大先生 二先生 陈皮皮 还有宁缺之外 其他人都留在洞玄境 很多年 可是他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 最擅长的领域 一旦组合在一起 便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 这便是夫子的友 教独类 眼看如此下去 细灵将死伤惨重 叶红于忠视安安安不住 二先生与本座一战 天色暗了 吃饭吧 只有书院弟子 才会把吃饭 看作是比天还大的事 此时皇宫之中 李渔今日本事 答应了宁缺 当众承认自己修改遗诏 让弟弟李魂元宣布退 可哪知百官临朝 李渔却突然变卦 仅是让李魂元 承认了自己荒唐懒政 疏忽博士 对其他罪行 一概不提 是在信上 毁人知错了 李渔本以为 在满朝文武面前 宁缺也不敢造次 竟说立皇后之子 为皇太帝 妄图将此事翻篇 本宫就只有这一个弟弟 他所犯下的过错 当有我这个 做王姐的承担 只可惜这幅地魔想错了 眼前之人不是其他 他可是大唐未来的守护者 宁缺 其实你错了 你还有一个弟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